本台今天刊播央视快评 香港不能无休止乱下去 快评指出 发生在香港的一系列违法暴力行为 严重挑战国家权威 破坏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威胁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 严重伤害爱国爱港人士的尊严感情 那些胆大妄为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乱港小丑 必将被依法严肃追责 被牢牢定上历史的耻辱注 连日来 香港各界呼吁特区政府 尽快将那些踩踏法律底线的狂徒暴徒 迅速缉纳归案 严正执法追究到底 全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香港的安宁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要正告那些抱着幻想 企图继续乱港的狂徒暴徒 你们的猖狂放肆 必定会付出代价 请迷途知反 放下屠刀 快兵强调 面对暴行 全体港人要团结起来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配合香港警队严厉执法 捍卫法治尊严 让美丽香港不再蒙尘受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